新鮮菜可以保持多久? Carmen叫我們把西蘭花和白菜 分別以三種方法儲存 看看一星期後會變成怎樣 蔬菜是常溫的環境中植 我不用它,把它放在室溫 一定保持最久 還可以盤栽, 多漂亮 想保存得久一點嗎? 當然是放花落雪櫃 因為冷一點可以減馬虎爛速度 一定適合 做得到, 煮熟, 煮熟 醬汁是米都要吃的, 當然先煮熟 首先將它們全部放進滾水裡 煮一煮 之後記得不要煮得那麼爛 然後將它放進廚房紙裡 太多水應該很容易會雪爛 所以就印乾它, 這樣就差不多了 印乾完之後, 把白菜仔和西蘭花 放進食物盒裡, 攤一攤 沒那麼熱就可以放進冰箱 過了一個星期 看看我把放在室溫的菜怎樣 蛤? 為何變得又黃又煤 讓我看看雪櫃的菜 西蘭花不錯 反而是白菜仔, 變得乾真真 再看看Yunice放在冰箱的菜怎樣 除了雪到硬了, 顏色還很翠綠 我們比較一下這三種儲存方法 發現放在室溫的菜最不行 但是煮過了再放入冰箱 真的可以保留整個星期 怎麼搞的? 這菜是全世界最美麗的士菲精 菜跟一樣, 這麼漂亮 為何Yunice煮完明不新鮮 為何還可以放這麼久, 這麼綠綠綠綠 沒理由, 為何菜煮完反而放得久 因為蔬菜有生命, 裡面也有梅 梅會令蔬菜變啡和變壞 Yunice很聰明, 用滾水, 把蔬菜煮了一分鐘 就會把表面的梅靜止 就不會讓它變啡和變壞 而且Yunice要放入冰箱 把煮好的蔬菜保存一星期以上 你會看到它很脆綠的, 拿出來的時候 很英俊 但吃的味道是否一樣 聞得很好, 我們要把它徹底加熱 煮熟才吃 因為煮了一分鐘, 你也知道它完全熟 因為放在低溫, 煮的運作會慢一點 但放在冰箱也會變乾 所以你看到它也有點變乾的狀態 有點硬 所以你看到它變啡 就沒有像Bowie的變得那麼厲害 Carmen, 這個我還能吃嗎 我看到它的樣子比較乾 而且下面也有一點發霧的狀態 我不建議你使用, 我想要把它扔掉了 下面發霧, 怎麼吃 對, 不過這個冰箱或扔掉底部 也可以吃的, 因為它沒有發霧的情況 只是比較乾, 煮起來也應該可以吃 Carmen, 我發現了 整體來說, 西蘭花保持得比白菜仔好 你的觀察力也很強 因為白菜菜葉的部分是多的 菜葉是最脆弱, 最快變壞的 西蘭花的勁部是否最大 粗 對 而且它的儲水量也比較高 所以你看到放了很久 甚至是Bowie的, 它的狀態仍然硬 除了這裡的菜, 有什麼菜可以保持久 如果真的要居家一個星期 都不外出買菜 其實可以選一些, 譬如娃娃菜、椰菜 因為它的葉子比較厚 儲水量也比較多, 可以放得久 蕃茄、青瓜、脆肉瓜等 本身皮也比較厚, 水分比較高 放在雪櫃四度左右 都可以放到一星期以上 作為一個專業的食肉獸 當然不可以一星期吃菜 一定有條魚 放心, 我買了魚 不過只有一條而已, 要分幾天吃 菜說放得久會變黃 魚放得久會很臭 我想到醃鹹魚就行了 我想吃新鮮魚, 不是鹽焗魚 你們吃得挺鹹的 Carmen, 除了醃魚之外 還有其他方法可以保存魚久一點? 當然有, 讓我教你 Carmen, 這條魚怎樣做好? 如果想保存它久一點 最好拿它回來後, 去除內臟 如果有魚鱗, 去除它, 洗乾淨 再用廚房紙印乾它 然後馬上放在保鮮袋上 去除空氣, 密封它, 放入冰箱 應該可以放一個月以上 一個月? 其實海鮮要洗掉後才拿去雪藏 因為我婆婆說蝦或什麼 要吃才會洗, 否則就會變黑 因為魚內臟有膠葉, 也有細菌 魚鱗上會黏著微心或細菌 最理想應該是沖乾淨, 擦乾它 封好它才能保存得久一點 我婆婆錯了 我也錯了 不敢 我想問, 是否條條魚 都可以用這個方法 來延長食用日期? 理論上是可以的 不過有部分魚的肉質比較軟 冰過去之後解凍 質地完全能保存得到 只有一些肉質比較結實 冰完後, 保存得很好 今天我的肉質可否用這個方法去保存? 其實肉類都可以 它像魚一樣的做法 都是買回來 把它放進保鮮袋子, 放進冰箱 這樣也可以保存一個月以上 雖然我真的很喜歡吃新鮮肉 但吃罐頭肉真的方便很多 對, 因為我們經常會這麼好 當然要買這些罐頭看著門口 可以了 好, 保食豬 你們當然不可以就這樣吃 要煮肉才好吃 好, 又對 蒸… 你們也挺喜歡一鍋吃的 沒辦法, 你吃不吃嗎? 我不吃了 當然, 罐頭加熱會比較好吃 冷和熱吃也沒什麼食物安全問題 因為罐頭的加工方法 已經經過超高溫的消毒 而且罐頭是密封, 沒粒陷的話 它應該一打開吃也很安全 Carmen, 它是連罐板一起蒸, 行嗎? 我覺得沒那麼好 因為罐頭開過旁邊的塗層 已經破損了 有機會污染食物 最好倒出來在碟裡蒸 亦會令中心運動更快熱 不如我們用保鮮紙包著 留下星期再吃 好 保鮮紙包著就不太好 因為放進雪櫃 也有機會有空氣進去 有細菌進去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放在密實盒, 密封它放在雪櫃 不過也不要放超過一星期 盡快吃掉 唐爺, 今天學了很多保存食物的方法 究竟今晚我們會吃甚麼呢 本身就是 不過之前做實驗的時候 已經用完食物了 不要緊, 我還有一條鹹魚 鹹的鹽焗魚 我也想試試 你懂得跟著, 我們一起吃吧 鹽吃 不是, 趕快吃 他會不會吃 很會腹 感谢观看